這台冰點冷氣在滴水 我用一個水桶先把水接著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排水器壞了 這邊仔細看發現 原來是插頭沒有插好哦 這裡你們看,很明顯哦 這個排水器的名稱叫做 酷貝爾排水器 這台排水器真的是我遇過最簡單的哦 這裡是排水管,盡量別拆 因為這裡通常是排水器最容易斷的地方 一般的排水器很容易壞 因為水垢會堆積在排水器裡面 造成排水器在吸水的時候吸到水垢導致空轉 這台要拆只有兩隻小螺絲,非常的簡單 接著直接往上拔就好了哦 把這個接水的地方拿去洗一下 把水垢洗掉 防止吸到水垢空轉壞掉 接水出一摸的確是滑滑的 把它洗乾淨就好 建議如果很常用冷氣的話 半年就要洗一次哦 很多人會說排水器是消耗品 事實上若沒有因為水垢導致空轉壞掉 用好幾年真的沒問題 而且排水器的聲音也是很重要 這款排水器聲音跟銳鈴差不多 都要用摸的才會知道有沒有動作哦 這個是排水器的過濾網 它可以放在排水器上面過濾雜質 看起來還是做成防鏽的 我覺得品質滿好的 先說這一集一樣不是業配哦 大家別誤會哦 之後把這個過濾網塞回去 水管再插回去就好 安裝也是非常簡單哦 對好方向兩根螺絲先轉進去 再鎖起來就搞定了哦 我曾經遇到過客戶的排水器一年就壞一台 都是同一個品牌 那排水器運轉的聲音很怕別人聽不到一樣 真的超大聲的 至於是哪個品牌我就不說了哦 這裡就在這邊 喜歡記得點按讚分享 我是空調小的是老柯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